hello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是一个get ready with me 加上就是跟我一起宣聊的一个视频 因为待会我刚好要拍一支我的黑舞的购物分享 这次黑舞其实我没有订太多那种很夸张的买东西 但是也是多多少少买了一些 所以还是准备给大家拍一个黑舞的购物分享 我今天的事情有点哑 是因为我整个就是有点过敏 然后鼻子就是跟嗓都有点过敏 所以现在就是嗓音比较性感一点 所以今天视频大家就这样凑合着先听一下吧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开始吧 我是现在刚洗完脸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平常的日常的一些护肤步骤 然后一些化妆的步骤 其实我早上的护肤步骤比较简单一点 一般就是水然后精华 然后加乳液就完事了 我现在新用的这个toner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toner吧 反正就是这个Fresh他们家的这个红茶的一个 它算是一个功能性水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像一个精华类型的水吧 我每次也是懒得用化妆棉 所以就是这样 拿手我每次直接呼在脸上 我这个当时没有用太久 也是最近才收到的 这次Safira打折的时候我买的 然后因为悉尼这边比较干嘛 虽然现在夏天 但是真的是很干很干 我觉得一年四季都真的很干 然后加上我马上要回国过冬了 所以就买了一个这种 稍微粘稠一点 带精华类型的水 但是它上脸我觉得 其实不算很那种粘腻 也是吸收的很快的那种 然后我用的精华 是这个SK2的这个小灯泡 这瓶其实我已经快用完了 我是每天早上晚上都用 每次我就滴它的这个一泵 大概就这么多的量 就我在晚上看 大家说一定要量用够 要是用不够的话 就是效果没有那么的好 我这个大概用了一个周月 然后它是快用完的一个状态 我买的是多少毫升呢 我买的是 我买的是50毫升的 我觉得还蛮精用的 我真的每次挤很多涂在脸上 然后它的效果特别明显 我真的就用完这个之后 我的脸大概有比以前 白了大概一个度 或者一个半度 两个度左右 就真的 真的是肉眼可见的明显 然后接下来的面霜 我也是用SK2他们家的 这个大红皮的这个 这个也是超级耐用 非常非常耐用 我用了一个多月 就是里面还剩 我觉得就几乎跟没有用一样 就非常非常耐用 然后它是这种 我从现在看到 我们家楼下那边有游泳池 露天的游泳池 有人在躺在那边晒太阳 在游泳好像去 我觉得我每次上的保养品 就是没有任何的手法 就是整个忽在脸上就好 它这个也是很滋润 它这是抗老的一个系列 我觉得今年就是我的皮肤 有个非常明显的 就是不像以前的年轻的时候 那么的恢复力那么的好 就修自我的修复力那么的好 它真的就是一熬夜 或者一干什么 化妆化太浪 没有洗干净 或者干什么 就是完全就体现在你的脸上 就是你一熬夜 或者你一累了之后 真的是完全有体现在你的皮肤上 就会有黑眼圈 就会非常明显 然后皮肤很不稳定 就是毛孔什么的很不稳定 会长痘什么之类的 就不像前两年 真的皮肤状态 就是自我恢复能力特别好的那种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适合 开始用一些抗老的 去皱纹的一些产品 然后化妆之前涂一个润唇膏 还是蓝梅尔他们家的护唇膏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耐用 给大家看一下 这跟新的一样吧 从侧面看几乎没有空 很好用很好用 薄荷然后很甜 这是有用了很久很久 一直没有用啊 星期现在真的已经到了夏天了 天哪 我曾经这样看我们家窗户外面 真的是艳阳高照 超级冷 我现在房间里开始空调 不开空调 我根本没有办法录 我准备先去带一个美瞳 我带的是强身的那个日抛 是这个颜色的这个 我觉得还蛮好看 然后戴上也还挺舒服的吧 戴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觉得还蛮自然的 就是很自然的修饰你的双眼 就是有一种放大的效果 其实我是做过那个激光近视眼手术的嘛 我现在加一个兰蔻的这个眼霜 我其实这个已经快用完了 我最后把这一丢丢抹在我的眼前上 然后就把这个当做空瓶算了 然后我还准备拍一个空瓶剂的 就是年底了 其实也有一些空瓶需要被拍 然后我刚说到哪了 就是我其实是做过近视眼手术的嘛 做过近视眼手术之后 医生就是建议还是不要带美瞳 但是我就是还是爱美对吧 我其实大概做过 已经有三四年的时间了 所以就是我就恢复的还蛮好的 其实我平常也不太会戴美瞳啦 就是有时候拍视频的时候 或者拍照片的时候我会戴一下 就其实现在我戴美瞳也不是特别的舒服 就是日抛的那种也是大概戴个五六个小时顶多 我就受不了了 就一定要摘下来的那种 因为我是拍视频和拍照都需要戴嘛 就戴上会眼睛有神一点 我觉得就是能不要戴的时候 尽量还是不要戴吧 因为就是毕竟也是对眼睛不太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上底妆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LAMARE的气垫 这是我近期买的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底妆产品 我真的是这个是我目前用过的气垫中最好用的气垫 没有之一就是最好用的气垫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我买的色号是03号 我觉得跟我的皮肤还蛮相称的吧 它上脸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假白 然后过一会吸收了之后 我觉得还跟我的肤色蛮天合的 然后我一般上的量也不是特别的多 我不喜欢那种就是拒遮瑕的那种妆感 我就是还是选比较自然清透一点 它这个其实不像是韩国的那种气垫比比霜 那种就是水光感很足的那种 它稍微有一点雾面雅观 但是也没有像欧美气垫那种 也没有像那种double wear啊或者是什么 是double wear吗 double wear就是亚珊带那个 没有像那个遮瑕遮得那么重 它就是相比起欧美的那些气垫比比霜来说的话 真的是做的比较水润比较轻薄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两边 哇天呐我这样好像阴阳人偶 我这边真的超级黄的 这样我这个刚才说那个小灯泡有效是不是 不太有说服力 然后它是主打是里面有那种养肤的功能在吗 我觉得其实是真的有 就是有时候我一天带妆下来 就是大概有上妆从早上到晚上回家了之后 你卸掉妆之后 你的脸还是白白净净的 就感觉不像是那种一卸完妆的暗沉感 完全没有 就是感觉还是蛮好的 养肤这一点做的 好像不只是一个噱头 真的是有在养 我总觉得还是这边的脸比较黑啊 是不是就光线的问题嘛 往后退一点 镜子上看起来我觉得还蛮好的 挺自然的 平常我会把我的脖子也稍微戴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今天这个光线的问题 给大家看 因为我不想拍到我这边这个书柜 我觉得很丑 所以我觉得就是窗户在我们家这边 就不再这光不是从正前方来 是从这边来 所以感觉这边会比较亮一点 大家就先这样随意的先看一下吧 我当时maybe我把这个书柜这样移开一点 拍就是整个让光从这边进来 不知道会比较好一点 我真的觉得这个妆效超级好 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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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解说三遍 遮瑕我用的是NARS的这个 也是用了非常非常久的 哎呀我现在需要一个镜子 我一般上遮瑕就用无名纸 哎呀我的天呐 外面的阳光好刺眼 澳洲是一个抽氧层空洞的国家 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我昨天出去照相的时候 那个太阳真的晒到 我觉得自己真的快要死亡了 原地死亡的那种晒 就是真的太阳很毒 我今天是不是老跑题啊 但是我就是贯彻跟大家要闲聊的一个主题 反正就是得跟大家东扯西扯一下嘛 我一般遮瑕湿 我不太会从这边直接遮 我会遮肋沟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的肋沟我觉得还蛮明显的 就是把肋沟遮完了之后 黑眼圈就会明显显得非常的淡 就是你不要光遮黑眼圈 你一定要遮这个下面这一块 然后我一般就只有无名纸 把它这样扫匀 按压 按压均匀 因此得专业一点 然后我会稍微戴到 就是黑眼圈这一点 就是黑眼圈遮的不要太多 主要遮肋沟 只有我最近自己实验了多次 新get到的一个技点 技点 新get到的一个技能 然后因为我眼睛上面 我觉得颜色也蛮深的 我会稍微的这样 就是用在那个指腹余下来的一点遮瑕 把上面稍微的遮一下 然后我会再看一下脸上 有什么稍微瑕疵 或者我一般会把我的嘴角这里遮一下 我觉得我嘴角的暗沉的情况还蛮严重的 好了一般就是这样了 我的底妆我不是喜欢上的超级厚的那种 就这种挺轻薄的感觉就 挺好 接下来用散粉定一下妆吧 其实我现在每天出去上学的话 是不太会用散粉的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用散粉 就是因为今天要拍视频 所以就是走个步骤 我还是给大家上架散粉 因为心里这边真的是比较干嘛 然后我加上我又是干皮 所以我真的不是需要散粉定妆 就是妆出去一整天 它也不会太花的那种 稍微的给它这样 扫一下就好了 接下来我画个眉毛吧 其实我眉毛是纹过的 但已经有大概半年了吧 我觉得颜色有点掉了 然后我就是平常化妆 然后给它补一下 让它就是颜色稍微深一点 眉毛笔我用的是 直寸秀的这个砍刀眉笔 就已经用凸了 但是我还没去专柜给它削 最近得去削一下这个 这个真的可以用 我给大家说 这个真的可以用到天皇帝了 我大概已经用了半年 真的好好用这个 然后它的型也特别好 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上色 没有特别的重 就是很自然 就是很适合新手 就是你那种 少量多次叠加 对不对 我现在说话真的有点卡壳 真的太久没录视频了 少量多次叠加的话就很好 然后也很适合那种 就是你已经纹过眉毛 有一个形状之后 然后你再用它去填充一下 你的这个轮廓 我觉得还蛮好的 很喜欢这个 它有个趣的就是 它没有这个眉扫 所以我自己有一个 这其实我接睫毛的时候 人家给我 送的书 睫毛都结果我 睫毛就已经全部掉光了 完全掉光了 前天大概 这里剩两根 这里剩一根 我就狠心的把它全部拔下来了 真的我先画个眉毛 画眉毛的时候真的不能说话 OK眉毛画完了 其实我眉毛还是喜欢稍微粗一点点 就是感觉很有少女元气的那种眉毛 我不太喜欢那种很细的 虽然那种很细的就是看起来很温柔很精致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自然一点 我还蛮喜欢的 我刚刚大家说到哪 说到我的睫毛是吧 就是我近一年来就是我一直在中睫毛 就掉就中掉就中掉就中 其实我觉得好多人说中睫毛就是 你自己的睫毛也会掉 我觉得完全没有 就是根本没有差 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睫毛状况 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自己的睫毛还完完全圆的很好的存在那里 但是因为悉尼这边就是中睫毛的技术 真的很不好 要么就是死贵 要么就是你中完就是几天就已经掉光 要么就是你药水很不好 弄得你眼睛很痛 就那么胶很不好 所以就是还有半个月我就马上要回国了嘛 所以就不太准备弄了 这半个月我就先顶着我自己的睫毛 先过半个月吧 我觉得接睫毛真的超级好 就很方便 就平常你出门的时候拿手指沾两个眼影 就这样我随便抹一抹 然后它自带那种放大眼睛的效果就很好 弄得我现在就看我自己很不习惯 就我眼睛非常的小 今天的眼影我想用这个 Anastasia他们家这个Soft Glow这一盘 这盘就出了蛮久 我也买了蛮久 其实我最近没买什么彩妆产品 真的没啥跟大家推荐的 其实我最近化妆也化的很少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就是有点 不太称职 不太镜责 就最近大家没有发现我影片也拍的非常少 这种做下来的影片非常非常的少 就是发也在发一些vlog之类的 我真的觉得就是现在自己作为一个博主 就是代言号的博主我真的发影片发的太少了 我们边话边说好不好 首先我用的是这个 最脚上这个白色一点的这个色 像个眼皮先打个底 现在是不是讲到我为什么拍影片 最近拍的这么少的一个原因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现在来悉尼了嘛 就如果大家要是关注我很久的话 从一开始就关注我的话 如果要是新关注我的同学们 就是我一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我是在美国的 当时在美国读书的 然后就是今年刚来悉尼 然后读我的master 其实我真的很少就是用这种视频的方式 来跟大家更新我的近况 对不对 所以今天就一次进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我最近的近况 就大概这半年来 我到底都在干一些什么 反正就来悉尼读书了之后 就毕竟是环境我觉得改变也挺大的嘛 因为以前在美国上学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都在哪样 反正是我是在一个小村里 在村里反正就是真的是跟来悉尼之后感觉变化非常非常大 就是一个在小村一个在大城市里面 就感觉整个生活方面落差都特别的大 然后就是来了这边之后 真的就是很忙 觉得每天都很忙 然后要适应新的环境呀 适应新的课程啊 适应学校整个老师啊环境什么的 就反正我自己觉得也是蛮累的 因为我现在都master嘛 所以现在学校上的课啊或者什么的 就是真的都比以前忙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平常真的其实也是很忙 因为我学的专业大家知道我是学小琴的 就就我不知道普通的专业是怎么样了 反正我们专业是需要就是 每天都要练琴啊 就是固定的一段时间 每天固定的时间要练琴或者怎么样 所以就是真的很难抽出时间来给大家拍这种 做下来的这种影片 所以就是最近真的更新的比较少 我也非常非常的自责 我现在是不是说了太多了 我要继续画我的眼影了 然后我今天想画一个稍微大地色系一点的妆 我觉得这盘还画大地色系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接下来用一个雾面的这个颜色 稍微在眼尾加强一点 Anastasia他们家的眼影我真的觉得就是有点肥粉 就是粉压的不是特别的实 就是你占取的时候一定要少亮多次 一定要少亮多次 这边画出来真的就跟唱戏的一样 首先就是从眼尾这里稍微给它向前晕了 我觉得我现在都占多了 那就往这边补一丢 就是从眼尾给它向前晕染 我一般是用这种打圈的方式 大家能看到吗 打圈的方式向前晕染一下 然后它这个颜色饱和度做的真的很高 我觉得很好很上色 但是就是新手要注意要少亮多次的叠加 然后继续说和我的近况更新 就是大家有看Vlog都知道我最近 谈恋爱了 我现在这是不是有种痴汗笑 反正就是在家里就是开始谈恋爱了之后 就是整天就是想跟男朋友腻在一起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或者干什么 就真的是本来平常就忙 然后一有空闲的时间就让两人一起出去玩或者干什么 所以拍片的时间就会更少 其实时间要是挤一挤 其实也能挤出来 但是我就是比较贪玩嘛 就是而且谈恋爱的时候本来就很新鲜啊 大家想出去一些玩 然后就是而且我又比较懒这个人 就是自控能力比较弱 所以就是一直在脱根 为什么我现在说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让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这个刷子是Sigma的F36 就是前面头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刷子很好用 这个我不记得是我自己买 还是他们家寄给我的了 反正我觉得就是孕染眼影的时候很好看 很好用 然后现在用一个就是这种比较扁一点头的刷子 然后还是占取刚才的那个颜色 然后把就是下眼尾这个地方稍微给它加深一点 哎呦我这样挡到大家对不起 就是这一块下眼尾的地方稍微加深一点 我是那个眼皮上容易出油的那种类型 然后就是很容易晕装的类型 所以我扫的就是我的下眼下眼线我一般是不画的 我一般会用这种眼影就是稍微给它点一点 然后作为这个下眼线的这个功能 就是画和不画其实你可以看出效果很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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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 就你涂了下眼影的话 以后感觉你的眼睛明显的被放大了 就是视觉上看过去就真的是明显的被放大了 然后接下来还换这把刷子 然后占这个颜色 就是稍微有点金属的这个颜色 它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是因为有那种咖啡红棕的一种颜色 然后也是这次从眼尾上亮多次的像眼中给它叠加一下 我自己画眼妆的话我还蛮喜欢那种亮闪闪的那种眼妆的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全雾面的眼影 所以我就是不太买那种全雾面的眼影 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画雾面的眼影 就全雾面那种不加一点闪闪的 真的感觉眼睛好像去了掉什么 稍微给大家叠加一下 这边也是 左眼也是 我前段时间在instagram和微博上面问大家 我就说想拍个get ready with me加上Q&A的一个视频 就问问大家想要提什么问题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妹子问我说我什么时候毕业 然后对于将来的打算计划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再占这个粉色的颜色 我想给眼中稍微提亮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蛮淡 我先让大家看这个粉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真的飞得很厉害 在眼中的这块稍微给它叠加一点 亮亮的 眼中这里稍微给它叠加一下 我现在是在读master嘛 然后澳洲这边的master 一共是读三个semester 所以就是一年半的样子 然后我现在是读完了一个学期 就是已经结束 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课程已经结束了 然后就是我supposed to明年年底 就是2019年年底就可以毕业了 但是就不知道会不会挂颗 但是澳洲这个挂颗率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很慌 因为压力很大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按时的第一 我不是说今天准备画个大地色吗 为什么又画了一些粉粉红红的颜色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现在虽然有点像打肿眼睛 我待会稍微晕染一下 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 然后有个毛这样比较松散的晕染刷 我现在准备把我的眼影的这些边界 稍微晕染一下 说到我毕业的问题了对不对 然后就是明年的年底会毕业 其实我觉得我对于我的未来的打算 其实也是蛮迷茫的 不知道该干什么 其实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 想读研就是不想太早的工作 就是不想太早的面对社会 有一种那种感觉 因为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再接下来 继续读另外一个学位或者什么的 因为澳洲这边是就必须读个两年的课程 才可以升那个工作签嘛 然后我现在刚好是一年半 就砍在一个很尴尬的时间 所以我就是不知道是要继续读呢 还是要就找工作啊或者干什么 就比如说你说我就是读了这么多年书 有没有后悔啊或者什么 就我自己觉得其实我真的生活还蛮大的 就先说我的专业方面吧 其实我觉得专业方面我真的是比我上大学以后 我进步了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我觉得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比如说自己的一些自理能力啊 或者就是一些为人处事啊 就是跟别人相处之道 我真的都觉得比我上大学的那会儿 真的是提高了很多很多的 所以就是如果你要跟我说读研好不好的话 站在我自己的角度上 我觉得对我的受益还是蛮大的 然后用这种稍微小一点的这个占取 这边的这个 这两个我不知道用哪个好 maybe这个吧 这个稍微低调一点 用这个占取这个 我想打亮一下我的眼头 就说到出来找工作这件事 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未来 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 特别完全的一个计划 就是哎呀可以算是就是毕业生们的 虽然我现在还没有毕业 但是我已经就是提前在 被这件事情恐慌 就算是一个毕业生们对于这种 步入社会的这个压力 我不知道是这种压力来自于哪个方面 可能就是来自于家里啊 或者来自于身边的朋友啊 亲戚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爸我妈现在今天也开始催我 知道吗 说哎呀以后干什么呀 你说你干什么呀 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啊之类的 所以我真的是也对我的未来还挺迷茫的 我不知道我是要当音乐老师呢 或者就是考乐队呢 或者 maybe我就做一个YouTuber 就是感觉未来有无数种的可能性 我现在真的是一个很担忧的一个情况 我也真的很迷茫大家 所以真的不要问我这种问题 如果你想让我给你一些建议的话 真的我也给不了你建议 因为我真的也很迷茫 大概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现在准备来夹一下睫毛 然后涂睫毛糕 我真的已经我今天找这只睫毛糕 我大概找了20分钟 翻箱倒柜的照 我已经一年没有涂过睫毛糕 这个是我记得是一年前 我当时还在美国的时候 Safira打折的时候 买的是Dior的这个防水的这个Mascara 非常好用 我当时就记得这个是我用过的睫毛糕中 最好用的一支 然后我的睫毛现在就是这种 根本看不到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睫毛夹是苏库的 这也是我觉得非常符合 我的眼型的一个睫毛夹 我昨天打开这只睫毛糕 就是看了一眼 它既然还没有干 我真的是觉得很神奇 现在把眼睫毛来夹一下 我刚说到这种毕业恐慌的这种问题之后 如果大家要是也有同感的话 可以告诉我你现在的状态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让我们一起恐慌一下 或者如果你要是对未来有什么 非常详细的打算啊 这种计划的话 我真的觉得我是很佩服你的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夹睫毛 我一般夹的是就把我的眼睛已经夹得很疼了 还是在夹那种夹 就要把它完全的夹完 我们就把睫毛夹到这种有棱角的一个状态 然后上次还有妹子在评论里问我说我跟我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 说想知道我们的恋爱故事 maybe我以后会做一期我们俩一起给大家拍视频的回答问题的这个视频 我跟我男朋友是朋友的朋友介绍 就是我的我们俩有共同的好友 我的那个朋友是我去orientation的时候 我到悉尼第二天去orientation的时候认识了他们 然后他们也是刚来悉尼 然后就认识了我男朋友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就认识了 所以就是很神奇的一个过程 给大家看一下刷好的睫毛就这种 我觉得还蛮好的很卷腔 大家有没有想让我做什么之类的视频 我觉得开箱视频大家还是很喜欢看的 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问大家什么视频大家比较喜欢看 大家都说开箱视频比较喜欢看 也不是说我不想做开箱 但是我不想就是每一期的视频都在讲我买了什么买了什么 就是我现在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就是 我做这个频道 大概想给大家传达一些什么信息 就有时候我拍vlog然后上传vlog 我也觉得会不会大家就是对我的生活不是很感兴趣啊 会不会觉得我的视频很无聊啊 我也想给大家传递一些 就是我妈经常跟我讲说你在做视频的话 就是经常要给大家传递一些正能量啊 就不仅仅是怎么跟大家讲买自己买了什么东西啊 开箱啊化妆什么这种分享 就是还是要给大家就是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视频吧 其实我认真的想了一下我也觉得是认真的该思考一下 就是我接下来要给大家拍一些什么内容 就是开箱啊或者这种购物分享视频我肯定还是会做的 毕竟就是这种买东西的行为是停不下来的 这点是大家都要知道的 就是买东西这种行为是停不下来的 所以这种开箱还是要做 但大家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想看的就比如说聊天之类的视频啊 比如说我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比如说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 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或者就是我在外面留学大家有想看留学之类的视频啊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可以睫毛画好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我真的是手残了太久没有画睫毛 我觉得都涂到我的眼皮上了 然后接下来画一下眼线 眼线我用的是Cavin D他们家这个tattoo liner 然后我用的是这个棕色 棕色我记得也出了蛮久的吧 我觉得它这个颜色不是特别的棕 也是蛮偏黑的 但是没有黑色就那种死黑死黑的感觉 我一般画眼线就是只画眼尾 OK现在两边眼线都画好了 我昨天就是在我的盖子呢 我昨天在那个Instagram上发了一条视频 我就说我昨天就是比较想这样坐下来 给大家拍一些就是像以前一样的这种坐在镜头前面说话这些视频 就问大家是感兴趣的想看一些什么内容的视频 然后就有妹子给我留言说她想看那个穿搭类型的视频 我先画一个高光啊 然后用的是这个资深堂的这个PK107 这个就是我的万年至爱高光 就是没有它绝对不行的那种 然后就有位子不是说要看穿搭视频吗 其实我真的最近对于我买衣服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大概这半年来快一年来 其实我也觉得改变了很多 然后接下来画一下鼻影 我用的是Kate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我已经用到空盘了 用到铁皮了开心 这是我觉得我第一个用到铁皮的化妆品 然后我一般是混下面这两个颜色 然后让它沾满了之后刷 就是真的刷的很自然很好看 然后说到买衣服对不对 这个镜子还是不行了 换一个这个镜子 就我以前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买衣服 就是我从美国当时要来这边就是回家的时候 然后就清空我的房子嘛 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有很多很多箱的 几乎我真的我带活了三个大箱子 然后我还捐出去了两项衣服 然后还剩了一项衣服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真的是不是我买的东西太多了 然后有些衣服在衣柜里面 其实真的是我一次都没有穿过 当时就觉得好看买 然后就真的是一次都没有穿过 然后就要把它捐掉 或者把它扔掉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我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有一点问题 所以就是那种高阶品牌出的衣服 我当时看觉得非常好看 它就是当季比较流行那种 比如说什么印花什么 我觉得当时真的狂买 买了之后其实过了一段时间 你就不太喜欢那种东西 然后你就会放在你的衣柜里 有些衣服未必你就穿了一次 或者穿两次 或者一次都不穿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搭配它 然后你就把它放在衣柜里 我觉得以前真的是浪费的很厉害 然后现在我买东西的话 其实我真的会考虑它的搭配性 或者它的实穿度 我觉得女生的衣柜里面就是要有 既然有很多basic单品 比如说你的白T恤或者牛仔裤 这种就比较百搭实穿的东西 你真的要花钱去投资它 而不是买一堆就是你很不需要的一些东西 然后我腮红用的是苏库 我这次新买的这个 他们是什么英国限定的什么这个 渐变腮红吧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能不能买得到 我觉得好好看哦 真的是 我去买的时候他说限量 然后我说好买 我现在是不是又在跟之前飘啪啪打脸 然后我买的这个色号是 112明星这个色号 然后我记得就是当时很火那些色号 我觉得都买不到了 然后它剩的这个我觉得 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 就是非常粉嫩 非常元气的一个颜色 然后它这个也是你站的时候 然后千万要小心 它取粉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然后你稍不小心 稍不留神 我每次就是这样 划了两下这种渐变的感觉 就是稍不留神 你看我的刷子现在粘着 已经变成这样子了 稍不留神就会变成猴屁股 又变成一个唱精细的演员之类的 我一般比较喜欢这样子打 就不是画圈 是就是这种往高的这种 这个角度来画 觉得还蛮好看的 有不有 说不上太重了 就还好 然后腮红刷还是 Real Techniques的这个腮红刷 用了几万年了 还是觉得很好用 又便宜又好用 然后毛其实也挺软的 虽然不像是那种 真毛那种很软的感觉 但是我觉得也做的很好了 性价比很高的一个刷子 很推荐给大家 所以我就是说到 刚才说做穿搭视频 我觉得所以我以后的 maybe穿搭视频 我就会做那种 比如说一个单品的几种穿发 比如说是一条牛仔裤的几种搭配 一种牛仔裤的三四种搭配啊 或者白T恤的三四种搭配啊 或者就是某一个单品 或者一双鞋啊 什么的几种搭配之类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穿搭拍出来 可能我自己会 目前来说我会比较喜欢 然后我也觉得可能会给大家有一些帮助吧 可能就更加日常更加实穿一些我觉得 然后今天的口红我用这个 阿玛尼的小胖丁 这是我这次斯文兰打折新买的 这是505号我记得好像是 对 是这样一个比较粉嫩的颜色 我觉得也比较适合我今天的妆容 小胖丁这个质地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之前我有一个403还是40几啊 就是很火的那个色号 我觉得很好用 那个就是涂上气场全开那种 然后我这次买了这个505好像是比较日常 比较偏豆沙粉嫩的颜色的一个颜色 我来给大家涂涂看一看 一惹这样的很好的质地 我觉得一层的颜色稍微有点淡 然后会在唇部的内侧稍微给它补一点点 好了OK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很粉嫩很好看 有木油 我不准备化修容了 我觉得不想让我的妆太重 然后一般大概就这样就很好啦 好了大家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我今天用过的视频里用过的所有产品信息 我会放在信息栏的下方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记得去chat一下 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跟大家还聊了蛮多的 就是我的内心话真的都跟大家聊到了 也算是对我最近各个方面的一些近况的更新吧 也就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下 就是告诉大家一下 我最近都在干什么 都在忙什么 都在忙着谈 哎哎哎哎哎 哎哎哎 没有了 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我最近的近况之类的 其实我拍这种类型的视频 拍的我觉得还蛮少的 我觉得这次应该算是真正意义上来说的聊天 加get ready with me的第一次 是认真我做下来跟大家来聊一聊 然后化妆的这个视频 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类型的视频的话 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或者就是Q&A的形式啊 就是回答大家问题的形式啊 之类也就是多拍一些这种get ready with me的视频 那这些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你要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不要忘记关注我的YouTube channel 有关注我的B帐 微博Instagram和小红书啊 真的好多social media啊 好吧那我们就下一支视频再见啦 过去不会太久的 爱你们哦 拜拜